SpaceX的星舰和超级重型终于合体了 8月6号一早 随着一台巨型吊机将第20号星舰扣在了第4号超级重型助推器的顶上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枚火箭诞生了 它比当年那个巨无霸的土星5号还要高出了10米 虽然它只维持了一个多小时 这次组合测试非常的短暂 应该只是在验证上下两级之间的受力情况和连接部件 以及发射平台的支撑性能等等 所以你看这密密麻麻的装在超级重型助推器底部的29台猛禽发动机里面 还有好几台的喷嘴是白白净净的 它们都还没有经过测试 装上去纯粹就是为了压衬用的 另外你在看星舰上面 是不是有些斑突的感觉 那是因为用来覆盖在它表面的黑色隔热瓦还没有完全贴完 不对是装完 因为在航天飞机上才是贴的 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了 星舰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快速的重复使用 大概就跟一架商业航班一样 在降落后稍作准备就能再飞的程度了 而就我所知 同样使用了隔热瓦的航天飞机 在每次降落之后 可都是要花上数月的时间来检查和更换这些隔热瓦的 而且即便是这样 还是出现了因为隔热瓦的原因而引发的严重事故 那么体积比航天飞机大得多 隔热瓦也要比航天飞机用的更多的星舰 又有怎样的理由相信自己不会重蹈负责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俩的区别 本来之前是有传闻说星舰上才不用什么隔热瓦 也不用什么像返回唱那样的烧石材料覆盖在表面的 而是把不锈钢的外壳做成两层中空的 然后在其中注入液态的甲烷冷却剂 让它顺着表面大量的毛细孔省出蒸发 在带走热量的同时形成一个冷却层 从而起到隔绝星舰与高温等离子体的作用的 俗称发汗冷却 尽管这个非常符合SpaceX的一关科幻气质 但显然是成本太高了 所以如你所见 它还是回归了最传统的隔热瓦套路 但其实在航天飞机上隔热瓦很贵呀 什么贵呢 人工贵 它通常每次都要花5个月 75万个工作小时 来处理这些被烧过的隔热瓦 是NASA的工作人员在磨洋工吗 还真不是啊 原因很简单 航天飞机的形状不规则呀 为了保证能够以飞机的状态滑翔着陆呢 航天飞机在外形上做出了很多的妥协 比如那对小翅膀 其实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一点用都没有 但是为了最后的滑翔 它也必须要从一开始就插在那了 比如平滑的肌腹 它实际上在高超音速下呢 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隔热罩形状 会造成中间和边缘的温度分布不均匀 但是为了最后要滑在跑道上嘛 也必须要这样做 所以啊 这就带来了它复杂的外形和多达8种不同材料的使用了 它们一排列组合就变成上千种了 基本上航天飞机上的每一块隔热罩都有着自己的独立编号 都需要安装在特定的位置 是很少能够相互替换的 这就带来了极大的维修难度和极高的维修成本 同时也让载轨维修变得几乎就不可能了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讲的哥伦比亚号灾难的这个视频啊 就能够体会到不能载轨维修有多么的绝望啊 好 那么同样的情况在新建上呢 哎 就好多了啊 首先 它是一个圆筒 形状非常简单 所以对覆盖表面的隔热网的形状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 也就是在鼻子那呢 稍微复杂一点点而已 基本上只要有几种不同形状的隔热网就能够完成任务了 而且跟航天飞机上大量用到的巨型 平行四边形的隔热网不同啊 新建上用的最多的是六边形的 哎 这有什么依据吗 有的 你看每块六边形的隔热网之间是留有缝隙的 它们是为了给受热膨胀提供余量 但这样的缝隙势必也会让高温渗入其中嘛 而使用六边形就能够把留给高温的路径变得蜿蜒取折起来 让它们在其中走不了多远就消耗殆尽了 不像走直线渗得更远嘛 哎 另外呢 统一的规格也带来了高效的安装 航天飞机上的隔热网是人工一片片沾上去的 沾16个小时 干再等16个小时 这就干掉了32个小时了 要是换作不那么熟练的工人还要再另锁 而新建上的隔热网则是批量给挂上去的 因为在新建表面 机器人已经提前焊上了这些安装箱 你只需要把隔热网背面的孔跟它对齐插进去 它们就自己锁住了 非常方便 同时还有附加的好处呢 因为是互锁而不是沾丝 所以它还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 当表面瘦弱变形之后呢 更不容易被击碎 当然不锈钢的新建外壳呢 本身就比铝合金的航天飞机外壳 有着更小的膨胀率 同时不锈钢还比铝合金耐热的多啊 前则在800度下仍然有着很高的结构强度 而后则到了150度就有点扛不住了 此处为航天飞机上的隔热网心疼一秒钟啊 不仅如此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绑着新建呢 它跟空气动力学有关 我们都知道当物体超音速运动时呢 会产生激波 尖头的物体会产生斜激波 带来相对较小的阻力 盾头的物体呢 会产生弓形激波 带来较大的阻力 而不管是航天飞机还是新建 在它们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呢 都会达到音速的几十倍 所以激波在所难免 而相反 它们还会利用弓形激波的大阻力 来帮助自己减速呢 不过代价嘛 就是高温了 啊 虽然都会产生高温 但是高温离自己的远近 还是有可能有着很大的差别哦 因为弓形激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脱体激波 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 当超音速气流 装上一个盾头的东西之后呢 它无法快速的排到两边去 于是就在继续冲过来的 气流和盾头之间呢 暂时形成了一个气垫 这个气垫 把激波往外推了一点点 脱离了盾头的表面 所以就叫做脱体激波 同时被它推开的 还有高温等离子体了 星舰比航天飞机出的多 所以也顿的多 产生的顿体激波 自然也能拖的更多了 所以高温也就被推的更远了 你看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啊 星舰比起航天飞机 既能更高效的利用隔热娃 自身的不锈钢也更能扛 还有脱体的激波前来帮忙 干嘛还非要不走寻常路 搞什么发汗冷却呢 传统的隔热娃 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我们期待它 早日实际飞行啊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